云端上也有了 我是把它放云端白板里面的数学函数 你们找一下在这个码 教训师统计表打开来 里面的话就刚刚讲的 包含就那个公式 然后保护的方法 建议是全选 或者如果你部分的话 你就全选先不要打勾 只有这个范围打勾 它就只有保护某部分资料 部分资料 然后程式的话就写这样 ActiveShoot 或者是Shit 然后刮乎哪一个 OK 那你可以针对其中的那一个 去做保护 写法好几种 OK 那看就是哪一种写法 比较简便为原则 然后保护VBA专案 这边也有 OK 然后另外的话 如果我们要VBA来写的话 其实相当复杂 干脆先讲丢公司 它这边的话会有跨工作表 比如说哪一个工作表 用Shit物件 那总共有几个的话就血点抗 从第二个到 总共有几个 如果你有很多个 它就一直帮你把它全部找到 然后做什么 反正就比对 这边有 如果有信学同学 可以先看 因为这程式相对复杂 所以细节 有信学同学先做 如果有问题可以再发问 OK 那今天的话 接下来后面还有几题 再来的话 请各位 一样再开启数学函数 这些练习题 里面的话 我们要先了解 就是 这边 切到 数学函数 击着相关的 击着的话 总共会有几个 比较重要的函数 包含什么呢 包含就是说 我如果今天想要知道 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里面有几个数字 是数字有几个 OK 那当然你不可能说一个慢慢算吧 所以你要了解 用哪个函数可以解决个问题 第二个的话 也许你可以帮我算 里面有资料的 有资料 OK 不包含数字跟文字 或者其他的 然后没有资料的有几个 还有这里面如果是数字大于30 有几个 大于30的 你总不可能说一个慢慢算 大于30 这边有一个 这边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OK 所以记得刚刚四个 就有四个重要的函数会用到 第一个的话 插入函数 请你找到统计类的 统计类里面的话 请你找到count开头的 那答案就出来了 第一个呢 count是做什么用的 计算范围中 包含数字 特别是数字 OK 那counta呢 非空白 countblank 空白 count if 就是条件 如果大于30 你就打个大于30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第一个 大概重点 第一个 里面有几个数字 给他一下 53个 有资料的有几个呢 那一样就count count a就可以了 所以你这边count a 给他范围 他马上告诉你59个 所以相对的 当然如果里面不是数字有几个 把它减一下不就有了 OK 然后再来的话 空白的有几个 那你可以count blank count blank 下面这一个 你就把范围高他 里面的话几个空白 7个 如果跑 用VBA写的话 空白 你就找那个 两个双以后 如果那个条件是双以后 你就帮我把它加1 最后告诉我 也可以啊 如果用VBA写 也可以 跑个回圈就好了 OK 按确定 然后这边的话呢 大于30 有几个 那一样 用什么 count if 所以往下找 count if 然后呢 range 也是这样 这个范围 条件的话呢 就是大于30的 OK 啊一样哦 你会发现这个跟 那个sumif蛮像的 就是sumif有个sum range 这个没有 它差别是说 count if是算几个 4的就帮我加1 加1 OK 帮我记录 总共7个 好 有没有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大概知道之后的话 请各位再利用这个概念 这个是数学函数翻例 里面的count 这个 那你就利用这个 这个概念哦 试试看有个黑名单筛选 那黑名单筛选 你打开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里面 启用编辑 那这个是某个同学 蛮前几期同学问的问题 因为他每天呢 都要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在查询名单里面呢 有多少个是在黑名单 曾经出现的 把那些资料呢 把他结果放在这边 其实这个大家也可以把类比像 两个范围有没有 两个范围里面有没有 一样的资料 把一样的资料掉出来 两个范围的比较 OK 两个资料OK 但如果两个范围 两个范围要怎么比 从何比到尾 OK 当然这个如果用人工来做的话 这是昏倒 OK 但如果用什么 用刚刚讲的函数来做的话 其实很快就做完了 用什么呢 非常简单 黑名单 Ctrl向下 这边的话总共有 两万多个吧 总不可能一个慢慢比吧 以前他 我问他说你用什么方法 他只会一个find 所以他把Ctrl C 然后切过来之后的话 Ctrl F Ctrl F就寻找 Ctrl V贴上 寻找看看有没有 有 那就记录这个把它抠过 这样我什么时候可以做完 对不对 所以最聪明的办法是 你干脆直接用 刚刚教过的Conif Conif有没有办法做 当然可以 Conif要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Range 就是黑名单整个 Criticum就是它 如果4的话就1 不是就0 向下填吧 比较OK 答案就出来了 OK Range 所以点一下这边 Range就是从 这个 一直到最下面一个 那特别重要 你千万不要这样一直选 你会选不完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游标先点这边 Ctrl Shift 向下 就好了 OK 这下会一定要会 应该会吧 没有人 要不然另外第二个方法 就定义名称 把这个范围定义成黑名单 以后用F3选也可以 然后找什么呢 找这个东西 如果有就1 没有就0 那当然等下向下填满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 F4 把它锁起来 按确定 向下填满 马上答案就出来了 那你只要留下1 把1的黑名单 扩到查询结果的话 很简单 油标再放在上面 你可以用什么 资料里面的筛选 应该都会用吧 如果不会用 工作很多事情真的做不完 筛选什么 很简单 筛选1的嘛 所以把1打勾就好了 然后再把这些Ctrl-Shift向下 Ctrl-C 然后怎么样 切到查询结果 帮我贴上去就好了嘛 OK 所以两个范围的比较 我发现康瑜不是最简单的 而且是真的简单又快速 而且没有做什么事情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最后记得把这个取消筛选 又恢复了 如果你又有新的查询资料 你又再Ctrl-Shift一次 不就事情很快就做完了 根本不用多久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是了解Ctrl-Shift相关函数 总共至少有4个 Ctrl-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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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有Ctrl-Shift S 就是S是多条件 就是你的逻辑不是只有大于30 而且可能还要什么 小于多少 反正你有好几个条件的话 那你可以用Ctrl-Shift 那Ctrl-Shift 那Ctrl-Shift的相关函数呢 非常好用 如果你工作上会用的话 灵活应用的话 真的可以帮你省掉很多的时间 然后很快的可以把事情给解决 就像刚刚那个黑名单筛选 这一题呢 你可以拿来 这种概念 你就可以拿来比对 不同范围资料 到底哪些是不一样的 你就可以马上抓出来 OK 还蛮常用的 比如说新旧版本 或者是说新旧生 像比如说入门班 进阶班 有没有曾经参加过的 也没有曾经上过我的旧班的 或者是全新的 他之前没上过 那我如果要一个一个比对 我太浪费 所以我干脆 所有历年来的上课的同学的资料 那我就比一下 看一下他有没有在新同学跟旧同学比一下 有没有 有的话马上就知道 这些这个是新的跟旧的马上可以知道 或者是说他什么 反正就是两个范围比对 都可以利用Conif 快速的帮你把结果比出来 而且甚至你不用写程式 有时候VBA写出来 不见得比Conif还厉害 所以有时候倒不如 如果已经有现成的东西 你何必要舍尽求援 所以解决问题一定要灵活 不是说所有事情都只会一个方法 你要从方法里面找出最简单的 我故意的 因为一千零一下面 因为我怕资料太多会比太久 我故意就让他停到一千就好了 因为如果太多会跑太久 所以我大概就一千 比一千个已经算多 因为黑名单两万多个 你跟一千个比的话 已经算多的 当然你还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把一千下面的空白拿掉 它更多 它查询名单Ctrl向下 你在下面Ctrl再向下 它五千多个 如果你要全部找那也OK